哈囉大家好我是PF1好久不見到各位 來吧我們今天再來看一下我們這個角色目前的狀況 現在呢拿著苦就是我們打王的狀況啦 那我們今天拿著苦的話呢 攻擊力來到46799 血量呢高達20萬了我的天吶 就是上去的話基本上只剩下把它升滿了嘛對不對 那這個升滿可以加多少 有辦法再突破嗎 現在最高好像是 有應該還沒到30萬吧應該還沒到30萬 好啦那我們現在幹嘛呢 沒錯我們來突破一下第65回合 其實65關呢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打 對我為了以防他更新之後嘛對不對 我們先來給他來一下吧 看一下第65關長什麼樣子 我們就拿著苦跟用著咱們的月勇最高的傷害 直接下去黏一下 看一下這邊會有黏的多麼多麼的舒服 算是一個中間的過渡片啦 對讓他 至少我們又通關了喔等官方再來新增一下強度 原本我覺得3萬多的傷害就可以扛到我覺得100多回合了啦 現在來到5萬多的傷害我覺得150回合應該都不會是問題 但是有可能會出到這麼遠嗎 有可能嗎 來雷電發射器我們用著咱們的月滑展 是月滑展也還沒有拍啦 我們這邊就順便簡單稍微看一下就好 運動鞋啊這兩個其實算蠻廢的耶 來我們守衛者 守衛者雖廢 但是我還蠻愛的 欸老樣子 因為他可以把怪物彈開嘛對不對 尤其是 我們今天的月滑展 欸就是咱們月雲展的進化 欸什麼時候多了一個會丟骷髏的東西 他多了一個 少了一個東西就是擊退 他雖然跟球棒很像 但是他不會擊退 那我今天配上的這個是不是就有一個擊退的效果了嗎 累積上去的擊退效果 有點可惜啦 月滑展跟那個無人機不能合在一起 如果可以的話呢 全部都是原型的是不是就很high了呢 哈哈哈哈 沒關係全部都原型了我們之後再來拍一下 也不能這樣講之後再來拍 我們之後再來水一下 全部原型的道具都拿出來 這感覺應該就完全不一樣 應該會非常 特別才對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一樣我們都到60回合了 我們還是給王一點點的 該用的東西就是咱們的 無人機 我覺得無人機到後面真的蠻必備的啦 就是小苦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對不對 是小苦加大苦 然後又拿了一根小球棒 哇怎麼打 哈哈哈哈 王要怎麼死 王要怎麼死 然後呢球棒不夠對不對 沒關係我們還有我們的守衛者 可以幫忙彈一下 那我們就把範圍給他選起來吧 我個人還是覺得啦 蠻配無人機跟範圍的 對之後我們再拍一個專門獨立的片 來介紹一下 為什麼無人機一定要配範圍 反而配其他的我覺得都還好 配什麼攻速啊 CD啊那些都沒有用 配那個子彈射速 看起來好像有用啊 但實際上沒什麼用 欸實際上沒什麼用 151 欸不是151 1分51 好啦 基本上我現在應該可以掛機了吧 感覺完全不用做任何的動作 我們有苦無在 欸剛講完也就來一隻熊 先掛機不要動一下 不行 王還是會被打掉 我還是會死我還是會死 然後他還是會召喚出三隻熊熊 熊熊死掉召喚出三隻熊熊 感覺怪怪的 好啦 好啦一樣 我們這個狀況應該OK了吧 我們就可以稍微 他還繼續召喚喔 等一下 有藍色的經驗值我們吃一下 然後苦無先給他升一下 對耶 苦無的進化我還沒有選 然後這是最近的BUG 最近的BUG 但用苦之後都會有一個苦無卡在這邊 這是之前哨見才會有的 就是沒有怪的話 哨見就會停在那邊 啊 我要選B型無人機了 想...太急著想要進化 通常只要苦無進化 就應該沒我的事了 在這種戰力爆棚的情況下 就可以輕鬆虐人了 然後月陰戰再高一點點 如果月陰戰再升滿的話 可能連王都不用做任何動作了 然後這個熊手的其實算飛有點慢 有點想要掛機啦 但是好啦 我們再打一下好了 到後面再掛到後面再掛 攻擊速度 對啊 其實我覺得這一套就不需要攻擊速度 好啦 因為無人機不需要嘛 哭也不需要嘛 對啊 只有閃電需要啦 閃電需要攻速這樣子 這個版本 這個遊戲滿詭異的 在這個部分 在這個設計的情況下 兩... 兩分鐘 這就是... 四萬攻的樣子嗎 哈哈哈哈 好啦 B型無人機也選到了 那我們應該是可以掛機了 沒有錯啦 三分鐘掛機 我們五分鐘再回來 打王的時候再回來 除非我這邊掛掉兩次 不然的話我打死不動 嘿 等著見等著見 好 現在我們到五分鐘 如果我們還不動的情況下 是不是會被... 欸不會耶 二十萬的血量... 喔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很痛還是很痛 呵呵呵呵 不行不行 都到六十回合了 都到六十回合了 那個血量真的是有跟沒有一樣 呵呵呵呵 這算是這個遊戲一個很奇妙的地方嗎 然後有沒有那個...盾 有沒有那個盾 有沒有那個盾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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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一個幽靈手引鍵 基本上沒意外的話 現在就可以掛機了啦 然後攻擊力增加 讓我們幽靈手引鍵再更噁心一點點 然後我們的陀螺 好啦再誇張一些些 好啦 不用做任何動作啦 基本上我們又可以直接掛機到十分鐘了 我覺得 應該是沒有意外啊 我們剛剛雖然... 欸我們沒有死對不對 我們剛剛完全沒有死 只是差點快死快死而已 然後我們加上升級的補血 然後再加上吃肉 直接把血量給他拉回來 然後我們現在完全不需要靠月影斬 光靠著無人機跟苦無的相位穿梭 就可以了 紅苦無... 有用嗎 好啦現在看起來是有用啦 因為這個攻擊力實在太扯了 完全是碾壓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好啦一樣我們就十分鐘見 除非我死掉 不然的話我就不回來 欸 好啦有啦 所以其實代表說 王死在我的面前 然後我們的月華斬也出來了 好啦九分鐘也差不多 苦無真的是一個戰力碾壓之後的掛機神器 如果是追光者 其實追光者也是啦 其實兩個都是啦 就是不管怎麼樣啦 你只要戰力碾壓之後什麼都沒有關係了 對啊每個地方都可以掛機了 不過這個熊走的速度真的是有一點慢 慢到有一點誇張 沒關係我們就打王再去吃經驗值就好了 現在吃經驗值的話感覺滿浪費時間的 對也不能說是浪費什麼 反正沒必要 我們就只要這樣子掛機就好了 我覺得我們的月華斬在這裡的傷害 好像真的有點可悲耶 只有6%跟守衛者比起來 其實一樣 好啦因為我沒有作囚給他 沒有作囚給他那個傷害果還是有他 所以月華斬 我還是覺得他不適合當一個主力武器 對他就像是一個 對其實說到底他會變成一個 硬要講他沒有一個用武之地 對你要說擊退你有守衛者 你說你要傷害 其實洋蔥就可以了對不對 其實洋蔥就好了 也沒有說一定要那個 可是傷害可能應該是這個比較痛 跟洋蔥比起來 你看這個打下去還是999 可能就是洋蔥的進階版啊 哇不想吃經驗值可是還是得吃 可是王快死 欸沒事剛剛是一瞬間無敵 有個磁鐵借下 來範圍 然後無人機 對無人機那些我都還沒有滿 然後範圍 欸無人機刷無人機 結果無人機還沒升滿 王已經死掉了 無人機差不多該滿了啦 如果再不滿的話 好無人機趕快給他升上去吧 無人機再一個 有了天降真一 我還沒有選經驗值欸 不想選經驗值 好持續時間 讓我們那個再噁心一點點 哇啊好吧 原本該講的話應該要選那個 那個哨劍啦 哨劍哨劍哨劍 哨劍其實我也滿喜歡的 只要他的攻速快起來的話滿有 而且我們最後我的科技好像沒有換 我不知道Lego沒有換 因為我為了打王 想要選那個比較好用的科技 所以我有調一下 哨劍應該是有換啦 你看這個磚頭那麼慢 哈哈哈 這磚頭實在是 太慢太慢了 真的是慢太有點可憐 哈哈哈 這應該是換掉了換掉了 因為原本哨劍的科技是給他加30%速度嘛對不對 有的話呢 那個速度就完全不一樣了 好啦我們現在有無人機在那邊打 我們的傷害基本上應該是非常非常的夠了 而且我現在還注意到 原來大熊殺掉會噴出小熊 哇這裡的熊 不會啦不管怎麼樣 都沒有藍龍那麼噁心 對不對都沒有藍龍那麼噁心 只不過就是熊熊大君而已 算可愛啦 算可愛啦 這麼多熊 這樣在打的話應該早就絕種了吧我覺得 然後狂緒電池升滿 我剛剛就是為了想要再升級一下 現在是來到11分鐘了 我們 打個11 我們先不要動 看11分鐘的王怎麼樣 如果11分鐘的王會來就直接死掉的話 我就都不要動了 那王在上面 我們的無人機還沒有打他 無人機開在打他 我們的相位穿梭也在打他 不行 這個傷害不夠 哈哈哈 不行啦 說要碾壓 可是王過來之前我還是會死掉 不然的話我就想要再配 我還能夠配什麼 才能夠把它碾過去嗎 就差一點點啊其實 差一點點差一點點 可是能用的感覺都要用啊 好吧 沒關係那再說 那其實我們也不能掛機欸 因為等下12分鐘的王應該也會直接碾在我的身上 我們等一下就知道 我們等一下就知道 其實這一套打怪真的是偏慢欸 你可以看到 怪物的盾都還在 它沒有辦法全範圍打盾 對啊 全範圍的打盾 雖然說我有那個守衛者幫我在削 幫我在削 可是還是有差還是有差 鑽頭現在只有幾個在鑽頭 在鑽而已 我們最後再弄吧 先把CD值弄高一點點 然後鑽頭 我們把經驗值搞一搞 然後CD再高一點點 結果現在也不需要持續時間了 有啦 鑽頭需要 鑽頭需要 鑽頭的持續時間還蠻high的就對了 吃 經驗值 啊不是啦 攻擊啦 對啦對啦 我攻擊力再加一倍的話 應該就可以把王給打死 好不要動 王在哪裡 我們先不要動 感受一下 上面上面上面 一個噓 我就不相信殭屍還會怕熱 不行啊 這樣好可怕喔 天啊 太誇張了啦 這到底什麼血量 如果能算的話 光那個999k就不知道打幾次了 算999k就好了 不要算他後面異傷的部分 就打多少了 太誇張了 真的太誇張 太扯淡太扯淡 12分 22 其實很快 這1分鐘一隻王 啊王又走那麼慢 對啊 啊王又那麼難打 拖個幾秒鐘 30分就到了 喔這個熊好煩喔 大熊死掉生小熊 超級麻煩的 因為他不是馬上出來 還會在那邊圓圈 如果他馬上出來的話應該可以了 對啊 馬上出來那感覺就不一樣了 還要在圓圈就好多喔 痾 痾 磚頭再誇一點點 3045等 C 攻擊30% 欸攻擊 欸王呢 啊有了在下面下面下面這隻 我現在加38攻擊應該差很多 不行我還是被咬 喔好硬喔 天啊 這個硬度跟剛剛那隻殭屍差太多了 所以這隻還是蠻扯的 相比而言相比而言 大隻熊還是有大隻熊噁心的地方 球 其實苦是苦在打吧 對啊 然後月華斬有上來 月華斬跟毀滅者是一樣的欸 唉唷 唉唷 真的假的 那其實還可以啦 當然月華斬 可是那也是因為後面怪物多的關係吧 對啊後面怪物多 哇靠 我死了 啊這是第二次了 不行不行 他這邊雖然碾壓沒錯 但是傷害還是沒有那麼噁心 我們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對啊 沒有那麼那麼的過分 好啦最後一分鐘啦 結束了 有點可惜 但是我們還是要結束這一局 蠻好奇 主線關塔 感覺應該就是一直這樣子下去 對啊 不知道會不會未來有其他的東西 可以玩 999K 太扯了 真是 應該快要到滿屏999了 就差一點點了 真的就差一點點了 這攻擊力應該是目前最高 再死我會再死三次啊 會再讓傷害頂上去 可是很像也沒有必要了 對啊 除非未來特別要拍什麼 再拍啊 對 再拍再拍 就是要金屬項鍊嘛 對不對 全部頂一頂 頂到天 然後再死個五次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傷害頂到 如果這樣子等於15次的話 我們傷害基本上可以加倍 對啊 因為我們攻擊力從加50%變加80%嘛 我們不要算那個加60% 那個太難了 對啊 那絕對會選到其他的東西 加80% 然後我們又可以再15次 又再加一倍 加50% 如果又光加法就好 那個是用乘法的 1.15x1.15x1.15x1.15 乘以54 有點可怕 然後相比現在應該還會再加50% 好可憐的王喔 天啊 怪力熊王 新的王 可是有什麼新的技能嗎 感受不出來 他只敲了一下就倒了 就這樣 沒了 沒了 我們的65回合通關之後呢 很像也拿不到什麼東西 對 也是一樣的經驗值跟一點點才23喔 我升級就要多少了 他只給我23 好啦 既然都通關了 我們順便來記錄一下吧 我們來記錄一點有意義的東西 不然後來每次通關 很像是通關而已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通關之後的黃金洞穴 黃金礦洞有拿多少錢 上市六十幾關的幾關的時候 都是拿到7萬塊嘛對不對 我覺得其實也應該不會差太多 來吧 應該不會差 應該不會差 很久沒有在拍影片的時候打這段 這段還會有人看嗎 應該說 黃金洞洞還會每天都有人在刷嗎 要不然就是變成掛機刷法嘛對不對 呃 我是也沒有拍過掛機刷法 我就是用黑洞嘛 然後掛在這邊這樣子而已 酷 黑洞掛還蠻不錯的 只不過現在 既然就用這一套了 我就用這一套就好 比較方便 黑洞要躲角落 只要不是遇到那該死的蟲蟲的話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遇到那隻蟲蟲的話 其實就有點難過了 十等 地雷 其實這時候我就會選地雷 因為地雷就可以選在角落 好 然後就不要動 因為地雷會保護你 然後我們在那邊等一下就好了 現在是24分嘛對不對 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我們一分鐘後回來 欸 我猜 好啦 苦太過分了 足球 然後攻擊 足球 我基本上 這邊就比較沒有刻意在選 反正都會選那些會打外面的東西 往外打往外打的東西 然後就那邊掛自己掛好了 好啦 我們去吃一下那個好了 寶箱 都給我了 畢竟要掛機 也不想掛得太難看 雖然平常都掛得很難看 就真的是完全不動這樣子 可是剛剛看起來會很心悸 就是如果是看畫面的話 呵呵呵呵 好啦 無人機無人機地雷 好我們回來掛機 好不要做任何動作 現在是1分鐘 我們2分鐘後見 我們2分鐘了 然後就不要做任何動作 我們的苦蜀就會自動去追擊 呵呵呵 結束了 然後來一隻豬 我們要去吃嗎 這隻豬會往這邊衝過來 可是因為傷害夠高的關係 直接打掉 好啦 該升級的升級一下吧 我們就來 推一下好了 不然真的沒有在推 很難得會拍這一段 其實 有打 有主動攻擊的話 傷害是會高一些 錢還是會多一些 如果沒有主動攻擊的話 錢還是比較少 對對對對對 啊我沒有用苦蜀 我應該把苦蜀伸上去才對 苦蜀伸上去的話 有他有他 足球 而且我完全沒有選到月泳欸 完全沒有選到他的專武欸 好苦蜀 欸沒有了 該死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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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輕鬆了輕鬆了輕鬆了 輕鬆了 呵呵呵 這個時候我覺得應該要選實鐵了 這一關比較輕鬆 實鐵選起來應該比較舒服 好機器人 差不多該進化了吧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二十七天降爭議 有有有有有有 該選的都選了 該選的都選了 我只剩下沒有選範圍啦 如果有選範圍的話 我們的天降爭議應該就會 會打得更棒一些些 然後選了一個磚頭 希望可以把怪輕鬆的處理掉 現在已經六萬多塊了 有用嗎 其實沒有什麼用啊 其實沒有什麼用 磚頭再一個 我們之前六萬塊嘛 我們等一下打完那隻王 應該會再標個一萬塊 大致上就這樣子而已了 好啦就是這樣 你再怎麼多也會 就多一點點 就只多一點點 好啦六萬一 然後打王 把它噴掉 應該是很快就結束了 呵呵呵 兩個再打拜託 好結束 吃一吃 七萬七千塊 欸剛剛好耶 快八萬塊了 打一次快要100K 欸打一次快要100K 打一次快要100K 可是100K 應該等於是二三點 這個位置而已 這個位置而已 所以錢基本上 現在是已經花不完了 我覺得再過不久 官方是不是要把 有大家的錢 給他消耗掉 對 因為現在也只多了一個 奇怪的東西嘛 全新的能力 就特工精華嘛 應該這樣講沒錯吧 只有他可以升級 那金錢到底能幹嘛呢 我們這邊也剩下最後一個等級了 再升完的話 應該就沒東西了 我們現在的基因是10啦 所以我要再打個10局 好啦早一天來開播 我最近很像三天沒有開播了 有一點快忘記了 其實昨天原本要開啦 但是反正就是一個 給自己放假吧 就沒有開了 好啦今天影片就該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下支影片 小吹 首歌 … 很 Chance